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 黑镜 圣诞特辑 又到了漫天飞雪的圣诞节 胡子哥和卷毛已经生活在一起五年了 这五年他们基本没说过话 胡子哥谈起了自己的工作 在未来世界人们的眼里都会植入智能芯片 他的爱好就是利用智能眼 现场指导宅男如何撩妹 很快他就帮助他的客户撩到了心仪的妹子 妹子将客户带回家 就在胡子哥和他的智能团都以为会有现场直播的时候 妹子拿出了两杯毒药 因为他自己有精神疾病 经常会听到脑子里有声音和自己对话 他非常讨厌这种感觉 而他刚好也看到了胡子哥的客户在自言自语 以为他是同类人 便将他带回家一起解脱 受到惊吓的胡子哥立马让团队销毁了一切 但这件事还是被妻子知道了 妻子愤怒地利用智能眼将胡子哥屏蔽了 他们在对方的眼里都变成了一团虚影 无法看见也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 然而这不是胡子哥的工作 画面一转 黑发妹躺在床上准备手术 麻醉过后 他看着自己被医生从脑子里提取出来放进了一个装置 送到了胡子哥面前 胡子哥告诉黑发妹 他只是由代码组成的模拟大脑 黑发妹本体为了优质生活购买了一项服务 将空白的储存器植入自己的大脑一周 渗透学习他特定的行为活动模式 然后代码就可以根据他的喜好来操持他的生活 也就是升级版的智能管家 但代码不愿意听胡子哥的指令 胡子哥立马通过调节时间 让代码独自在空档的房子里待了半年 代码被自己整日的无所事事整崩溃了 他请求胡子哥给自己一些事情做 一个优秀的智能管家就这样被调教好了 黑发妹的本体自此会拥有24小时完美的生活服务 而不需要休息的代码 却只能在空档的房间里变成机械的傀儡 听完这些后 卷毛敞开了心扉了起了自己的过往 他曾经和女友贝斯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一天他们邀请同事来家里吃饭 但贝斯却显得心不在焉 晚饭过后就直接去睡觉了 卷毛打扫完厨房后 发现贝斯扔在垃圾桶里的烟晕棒 显示已经怀孕 他欣喜若狂 贝斯却说自己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贝斯屏蔽了他 并且搬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卷毛无法联系贝斯 也无法对他进行回忆 直到一次偶然 他在街上看到了怀孕的贝斯 他想要重归于好 贝斯惊恐地大叫引来了警察 卷毛被警察逮捕 从此不能出现在贝斯十米范围内 但他每年都会回到父亲家过圣诞节 所以卷毛每年都会去贝斯的父亲家 远远地观望 由于屏蔽同样适用于后代 卷毛无法看到孩子的模样 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 贝斯遇难身亡 屏蔽失效了 卷毛清楚地记得 女儿此时应该已经四岁了 他带着圣诞礼物前去贝斯父亲家里 终于看到了让他日思夜想的女儿 然而女儿转过头的一瞬间 他的世界崩塌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隔壁老王的女儿 他想起了那个无时无刻不出现在贝斯身边的男同事 这么多年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头顶青青草原 这样卷毛觉得非常的愤怒 他一气之下拥送女儿的礼物打死了贝斯的父亲 就离开了 隔壁老王的女儿看到外公死了 想要出门讯求帮助 结果冻死在了冰天雪地里 卷毛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所以一直闭口不提 而他所在的这个场景也是专门利用他的意识 为他设计的一个审讯室 胡子哥为了戴罪立功 答应帮助警察掏取卷毛的口供 胡子哥通过调整卷毛的意识赋满时间 让他以为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五年 而实际上只有70分钟 胡子哥以为自己刻意被无罪释放 但由于他犯了偷窃罪 警方给出的宽限时 还给他自由 却会被所有人屏蔽 他在人们的眼里将只是一团红色的虚影 另一边认罪的卷毛的意识副本 被永远的留在了那个小房子里 警察将时间设置为 外面一分钟 里面一千年 但把卷毛只能无尽的听着那首 圣诞快乐歌逐渐崩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